俐落剁開鴨肉 皮白柔嫩 肥而不膩 搭配這盤熱騰騰的米血 讓人看了垂涎三次 但別小看這兩道平民美食 他們可都會出現在韓國瑜的舊紙宴上 鴨肉他每次來過路一點 鴨血最低 可能他覺得 鴨肉跟鴨血的口感比較好 他們來介紹韓國瑜的美食 韓國瑜的美食 日前韓國瑜帶著子女來這兒吃飯 果然一盤鴨肉兩碗滷肉 一口接著一口嘴巴停不下來 原來鹽城區這家鴨肉本 是韓國瑜最愛的小吃之一 也因為搭上韓流熱潮 生意至少好了一程 有 他們的鴨血也很好吃 非常地軟嫩 同樣位於鹽城區 有62年歷史的北港三代米糕 舊紙宴上也看得到 再搭配蒸蛋淋上高湯 軟黏的蒸蛋吸滿湯汁 味都跟著軟糊糊 幾乎來店的客人 都一定各來一晚 韓市場可能就是雲嶺 雲嶺的那個女婿 然後我們又是北港就是雲嶺 然後就是要符合那個在地的食材 所以說我們就會被 尋用這個舊職宴這樣 轉個鏡頭Q彈的魚丸 才剛剛起鍋 江中的魚肉組織更加綿密 這國民市場的魚丸湯 也是舊職宴小吃首選 這是非常傳統的平民小吃 市場這樣子大力推廣之下 登上檯面 我們也是覺得很榮幸 鴨肉米血配米糕 再來一口湯暖腥暖胃 要一口魚丸 味美鮮甜 韓國魚駐索小吃文化與傳統 想必就是典禮 絕對充滿濃濃的高雄味 記者綜合報導